要避免浪费 准确把握菜量是第一步 早上8点 炊事员李成开始安排一天的食材 他对照连队的训练周表及每日人员变动情况 根据训练强度和实时就餐人数来调整菜量 像今天训练强度比较大 其实官兵胃口普遍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减少了菜品的数量 增加了一些开胃菜 比如说辣椒酱 莲油排骨 香菇生鸡等 解决了菜量问题 接下来就是在饭菜的口味上下功夫 炊事班每周都会组织讨论会 根据战士们在伙食点评本上的建议 研究大家喜欢的菜式及口味 通过这样的反馈机制不断优化菜股 照顾来自不同地域官兵的饮食习惯 考虑到近期大家训练比较辛苦 我们还准备了鲸鱼豆腐汤 还利用变角鱼料等腌制 醋泡萝卜皮等开胃小菜 希望大家吃得开心和满意 然后炊事班今天做这个剁椒鱼头 这个味道比较不错 比较受我的喜欢 炊事班还不断改良主食做法 让官兵们哪天都有不一样的惊喜 也最大程度上避免了浪费 通过科学制定食谱 不断改进口味 循环利用食材等手段 把放菜做得可口 尽最大量避免仓座上的浪费 这不仅是对资源的珍惜 对劳动的尊重 更是对坚固奋斗作风 品性的历练 感谢观看